Hello大家好,我是Kalina,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 trade被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有很多我的学员和很多小伙伴们一直在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每次买所有的这些股票的时候呢 都会买在半山腰或者是山顶呢 那就意味着说你到底会不会看这个股票呢 那最涨沙跌对于这个投资股票来说呢 大家都知道 但是到底哪个地方是半山腰 哪个地方是山顶 一般来说刚刚学习的小白可能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小伙伴们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看你是不是买在了山顶 以后如何来预防这样的问题 然后呢也会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有用的platform 你可以去查一些关于股票的information 从而提高你的盈率 好那进入今天的视频 好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呢 有很多小伙伴学员们问我说 为什么老师喜欢做small cap 也就是小市值的这样的公司 首先小市值的公司它上涨是一定有他们的press release或者是被pump或者是任何的新闻 它叫小公司它一定想发展成中型的公司或者是像这种large cap不管是我们的nivezia tesla或者是apple这样的公司 每个公司都会走这样的过程 每个公司都会走这样的过程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像这些大的市值的公司 其实它的波动率并不是特别的大 一天能涨个百分之一二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整体我们的sp500一年的投资回报也是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也是很不错了 我们的巴菲特基本上二十年来它的最高回报也是百分之二十非常的平稳 所以如果你想让一个股票一个portfolio上涨百分之二十 简直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我喜欢交易small cap就是因为它的波动大 波动大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就会导致这个股票继续的波动 那只要股票有波动我们才能从中获利 基本上大市值的股票每天涨个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已经很不错了 那基本上我们的小市值small cap我们也叫它penny stock 这样的股票其实有的时候会上涨百分之两百三百三千五千都有 我都有看过 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像前一段时间的一个FFIE 这样的股票从几cent然后呢一直上涨到四五块钱的话 你翻了几倍三千倍 那这样的股票是不是大家都想提前去埋伏 大家都想去交易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报复的心 但是如果你买在半山腰的话 你就会成为那个乘凉受寒的那个backholder 那为了不成为我们的backholder 其实呢小白也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在我们买入这个股票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用着这些像Robinhood的这些手机去买 它的图表是非常的不健全的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其实你可以申请一些比较免费的看图软件 加上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比较好用的indicator 比如说我比较推荐的我本人一直在用的这个single screen 它也是免费的 只要你放了五块钱 你这个chart system永远都是可以用的 那trading view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到了一定程度它有一定的收费应该也不是特别的贵 那这两个我们的看图软件有了 那下一个我们就要考虑说图有了我们要交易什么样的股票 那每天交易的这一类的股票怎么样提前去找到上涨10% 20%的股票其实我们是用scanner也就是一个每天帮你搜出来这样股票的一个软件的 这个软件其实在美国或者任意一个地方都有非常非常的多 有的是收费的那有的是免费的那当然免费的东西有不一定是特别的好 那在这里呢Kalina用的是这个SynchroStream的一个这个免费的 它直接就有这个scan的功能 那另外呢也有很多像trade idea 它基本上每个月应该是60到100块 有的时候有个优惠 还有像这个benzinga等等很多都是可以帮你找出来当天可以交易的股票 那这些找出来之后我们怎么看这个股票好与不好能不能交易是不是买在半山腰 首先我们就要像医生一样拿到一个东西任何一个名字你的profile 你就要把这个公司所有的information都放进去 我在这里用的一个比较好用的叫做dilution tracker 那这个dilution checker只要你打进去的话 它会第一个告诉你它是什么sector的 然后呢它是什么industry 它的国家是什么 然后呢它的marketcap是多少 它的公司负债是多少 还有它的flow是多少 再加上呢它的institution也是机构持股量是多少 这个对于我们小白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你是想说你做多的话 当然是想买一些机构持股比较高的 如果你做空的话就不要买机构持股比较高的股票 那在这里呢也会告诉你它的flow是多少 基本上小市值好就好在 它的flow越少 你就越容易去这个被人家操纵 那被人家操纵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波动就会非常的大 你赚钱的机会也就多了 所以呢基本上最好的对于小白来说呢基本都是三个million以下的这样的股票呢是比较容易上涨的 那对于下边的有一些很多比如说有一些dilution啊atm啊 其实在我们的课程我都有详细的讲解这个公司有多少的cash留在这里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衡量是做多还是做空 还有一些offering啊 每一个价格其实都会影响了你在做交易的时候的很多的一些的判断 那在这里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Kalina的学校呢有小白的一个这个陪跑的初级的课程 那这样的课程呢的话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去交流 lifetime的学员的话你永久性的有问必答 当然那我也是希望说每个学员都会这个从中不管是日内交易还是swing trade还是长线的投资呢 都一定要有一个啊这个idea还要有一个整体的这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的基础打好的话以后不管你做哪一类的交易 其实都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股市里面start market赚到一份你应得的那样的钱呢 好吗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整体 你是不是买在半山腰怎么样去看 首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看图的软件 第二个呢你自己要会搜出来这样的股票 那第三个呢要会分析这个股票的一些整体的像医生呢 他是不是有病啊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等等等等 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一天两天不会让你马上学会的 但是如果你很用心的话大概三个月六个月的话 你已经成才了那希望下一个每天keep green的那个人就是你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